追求为荣 我倒是想提醒这类女生一句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很多的男人追求你的话 你不应该感到骄傲 反而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到底是哪里不够优秀 才让那么多人觉得有勇气 能够追到你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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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酿后罗志祥 土豁情话活了一把 一边给一个妹子捏脚 然后一边说 超人是正义联盟 钢铁侠是复仇者联盟 我跟你是什么盟 海深山盟 如果土味情话说好了 不论男女都抵挡不住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不适合谈恋爱 适合结婚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为什么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 我想买一块地 你的死心塌地 妈妈外婆老婆 哪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老婆老婆 哎 遗憾了我困了一身泡妞的本领 可惜自己是个妞 当初我男朋友追我的时候 跟我激情表白的呀 我都有感动哭了 说跟我混吧 以后有我一口汤喝 就有你一个碗刷 跟我求婚 都是发微信求的 一条文字 我们结婚吧 我说亲爱的 没有人会在微信上求婚的 他说那你上QQ 我俩去海边 他给我拍照 让我转圈 我就开始转 他一边看一边说 媳妇啊 你能转得好看点吗 知道你现在拍照 不到他以为西游记里边 土地公公出来了 找份工作多难呀 第一关就是求职 记得我当年啊 第一次面试求职 跟面试官介绍自己的时候 面试官第一句话 就把我给打发了 他说你能不能说点 简历上没有的经历 我心里话 就简历上有的 还是我编的呢 我刚毕业我有啥呀 我刚毕业的经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